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 白宫称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7日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 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报道称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证实 今早我与内塔尼亚胡总理 就以色列发生可怕而持续的袭击进行了交谈 美国毫不含糊地谴责 来自加沙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他还表示 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的安全 我向内塔尼亚胡总理明确表示 我们随时向以色列政府和人民 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 美国警告以色列的敌对各方 不要在这种情况下谋取利益 本届政府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 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拜登在声明中说 国会山报称 在巴以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美国和欧洲多国政府承诺支持以色列 据此前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7日清晨 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起近年来最大规模火箭弹袭击 与此同时 一些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潜入以色列境内 在多个地点发起袭击 配合代号阿克萨洪水的行动 以色列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目标发起代号铁剑的行动 以色列国防部7日晚间发表声明称 当天的各类袭击已造成以色列境内200多人身亡 1000多人受伤 另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 乙军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已经造成当地232人身亡 约1700人受伤 此外 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等地 有6名巴勒斯坦人在与乙军的冲突中被打死 国际社会迅速对巴以局势的突然升级做出反应 埃及外交部表示 作为双方之间的调解人 埃及已经在努力寻找制止流血冲突的方法 埃及外长舒克里说 他正在与各国同行进行密切沟通 以阻止局势持续升级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日发表讲话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不要采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冲动行动 沙特表示 其正在密切关注这以前所未有的局势 呼吁双方立即停止行动 沙特外交部同时重申 该国以多次警告 持续占领和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力 有导致局势失控的风险 伊朗国家通讯社称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表示 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7日表示 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捍卫自己 反对定居者和占领军的恐怖行为